随着莲花楼收官后顺利开分 那与八分之上的剧又添一新色 项目评级虽是S 但剧目正式上线后 这热搜与话题却怎么也上不去 连编剧都出来无奈吐槽了 且由于后边新剧跟得很紧 为了70级箱能够尽早播出 平台重新开了抄点 花了18天时间就把莲花楼抬走了 在各种限制压力之下 楼还能靠着口碑自来水延长后劲 属实是不容易的 他的口碑大爆 证明了央视果然是没有看走演的 一部剧成功后 主创演员均涨粉无数 他们的演绎 让原本只存在于书本上的人物鲜活了 角色受众有广有窄 既是一部将群像做得完美的剧 那么无论是谁出圈 观众都会欢喜的 只不过 主角没打过配角的玄学 再次灵验 倒是略为意外的 明明都是第一美人 为啥乔婉评价反响中规中矩 并没有太出彩的地方 角力乔却能够达成冠军成就 乔婉身为主角不易狠毒 角力乔发挥人设想象 超乎预料 方才惊艳 两个角色在剧情设定中 无疑都是绝世美貌的拥有者 乔婉是武林正派中的侠女 角力乔是江湖万千门派厌恶 但却与其牵扯不断的女魔头 一个如莲花一般轻力冷冽 却也不时温柔有担当 一个似玫瑰一样热烈奔放 阴森森的笑意下 催了害人的毒药 其实将这两位的人设 梗概描写出来 大家就能猜想得到 女主人选必然是前者 再一部以诡诀探案 诚恶扬善的剧目中 男主是心千同僚的门主 女主自然是与其三观一致的 飒爽贵女 乔婉勉不仅仅是李湘怡初恋 她更是她自己 是能够全款买下宅院的富豪 是可以选择合理的魄力女人 她的故事线是清晰的 同时也是缺少心意的 被主线风格给限制住了 她注定不能做太出格的事情来 既然女主无法完成 那么这封批 KPI就由女配来完成吧 在绝丽乔的身上 能发现编剧给到她极大的自由感 在封建年代 男子为尊时 她作为女子 没有早早就入家庭拜贤服 而是跟着一众前辈 在维基四伏的武林上混 从低阶段 一步步走到迪飞生身边 写卖是皇族 称号是圣女 角力乔懂得利用自己的美貌优势来加冕 同时也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属下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算被一步步逼到绝境了 她也不会求饶放过 而是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发挥到极致 同时间囚禁两个男人 笑嘻嘻地挑断人家的手脚经脉 一个准备做帮主夫人 一个想着也可以娶了 在那个男人三妻四妾的背景之下 娇姐真做到了如她所说的 男人能完成的 她也能够到 杀人不眨眼 毫无同理心 直到最后一刻都没觉得自己错了 疯癫狂笑的角力乔 相当符合当下的精神审美需求 如她这般尚未的恶毒女配 近两年不少见 上桌配角再添一味 从顺德仙姬开始恶毒女配潮流 观众审美觉醒 欲交际顺德仙姬算是打开了市场 只是为了一条漂亮的裙子 就要将长矣置于死地 师父溺爱她 她便真当自己是天下之主 在连心爱的师父都离她而去之后 顺德仙姬 开启暴走模式 想拉着苍生殉葬 为爱痴狂 自私自利 今年长月静明 天欢继续狂妄 因为明夜爱上了桑九 所以把人家全族都途径 桑九带着怨恨前来 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赶紧跑 而是阴阳怪气表示 现在来道歉的话有点迟 既心狠手辣 又带着思思蠢笨 这类角色往往没有好下场 前面有多嚣张 后面就有多悲惨 但观众也不纠结他们的结局 只享受过程上的爽快感就好了 那么 你们喜欢这类人物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